在中非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不得不说 有一人贡献巨大 那就是杜特尔特 自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 准确把握世界局势 一举扭转菲律宾此前在美国窜多下 近乎歪曲的反华政策 在对华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此中国在南海方向又多了一个朋友 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据马尼拉公报日前报道 自从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 选择了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不过有部分分析人士担忧 这可能会损害 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长期联盟关系 针对这种疑虑 杜特尔特二日在马拉方 一场竞选集会上公开力挺中非关系 他感谢了中国对菲律宾的慷慨 称中国对菲律宾提供援助而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你知道中国想成为菲律宾的朋友 他们给了我们武器和弹药 并且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 而美国却未能交付我们订购的东西 杜特尔特还表示 菲律宾无法与中国对抗 因为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不济 如果我参战 我的海军将在几分钟内被击溃 如果我对中国发动战争 七分钟后他们的导弹就会到达马尼拉 此外在美国威胁要对向俄罗斯购买 军事装备的国家实施制裁后 杜特尔特一月份宣布 他的政府将不再向美国购买武器及军火 他说由于美国的武器禁运 如果向中国及俄罗斯购买军火 将受到美国制裁 那不要希望我们会向美国购买武器 去年杜特尔特就曾在演讲中表示 如果菲律宾受到外部威胁 将向不求回报的中国及俄罗斯求助 而如果美国提出要帮忙 他则会怀疑 无疑 杜特尔特对中国是非常信任的 对中非之间的关系更是大家包扬 与此同时 批评了美国总是在帮助中设置前提条件 并对菲律宾主权恒加干预的做法 对比以前的菲律宾 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阿基诺三世主导菲律宾时 处处为美国马首实战 不顾菲律宾国家利益 不顾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肆意挑衅 对华关系尽有低谷 还差点擦枪走火 而杜特尔特 清楚地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 也知道中国愿意与他国携手应肩 合作共赢 因此很快就把菲律宾带回了正轨 尽管这面临不少麻烦 尤其是美国在菲律宾培养的那些利益代言人 对杜特尔特执政多有挑战 但最终老杜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 为中非关系的跃升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时间的发展 菲律宾国内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正面 也开始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 菲律宾议长阿罗约在访华时 就直言不讳地指出 尽管有人对中国参与菲律宾的发展项目 表示担忧 但中国是菲律宾的伙伴 绝不是威胁 面对首都马尼拉的供水危机 非财政部长多名祭司表示 希望中国援建的卡利瓦大坝项目早日群攻 这将极大缓解马尼拉的缺水状况 不得不说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赢得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信任和尊重 菲律宾作为美国的前盟友 能够如此积极地评价中国 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事实上 菲律宾国内还有很多问题 经济民生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 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 是非常务实明智的选择 无论如何 杜特尔特都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 同时也为中非双边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不合否认的 这也再次证明 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中国 一定会赢得更多国家的友谊和尊重 个别国家的刻意搅局破坏 终将暴露其丑陋嘴脸 最终南党中国的崛起 请不吝点赞订阅